很美的一個初心的感覺 然後呢 這是我擦的 從你們那邊看 那我主要要表現這一個 然後你到植物 在大自然界裡面有 點線麵塊 所以這個是有點 可是它同時這個枝芽很強勁 所以這個是線 那這個也是線 可是它也是點面 那點線麵塊 我們在怎麼樣搭配的時候 像這個 這個是人家韻子裡底下的 那個李惠家的 他很不吝嗇的給我 那這個其實很漂亮 吃它葉子有點多 這個也是 也是線 整條線 可是它到上面的時候是一個小塊狀 所以我們就是整盆畫 就是點線麵塊你要怎樣組合 然後我 主要要表現這一個 然後用 會跟花氣的比例嗎 會跟花氣的比例嗎 你不能好戲 跟花氣的比例大概三倍 花氣高度的三倍 可是這個你們 我現在插的這種形是 比較Modern的形 這個Modern的形要 傳統的形 那種規矩性強的形 先學學了一段時間才能 好 大家都聽得到嗎 可以 可以 我聲量夠 OK 然後 這個放在前面 代表呢 從前面到一定的高度 這個地方 它才開始漲 所以下面這邊是完全空的 我們一個完全空的 那光是這個 好像還不錯 所以要有一個平衡的東西 我不想要這樣插 因為這樣子同時 讓人家看它的面 會很強 所以我把它倒過來 倒過來 這樣側的長 然後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現在插的都是前後 前後 前後排 這個在我們 脂肪的 一個基本花形裡面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 可以造成 3G效果的 一個地質 一個插法 如果說 譬如說我這兩片 我兩片平放的時候 變成一個平面 會變成一個平面 可是我如果 一前以後放的時候 就像大自然 它有大樹 有小葉 有小花在前面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 倒著插 因為我們平常示範的時候 平常示範的時候 都是 都是要 都是面對著我們自己 那可是 因為我在 我在家裡已經練過了 所以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好 這盆這樣就結束了 好 那 這盆主要表現是 就是這個 貓流 那我 主要要表現貓流 可是我要它的 後面一樣 可以撐住它的重量 然後這個 來跟它做 陪襯 所以這整盆花很簡單 可是 是 優雅 高 對 簡約是 簡約 OK 所以你們通常 照相的時候 都一定要從前面照 而且 而且這個水平面 這個 應該講 這個面 這條線 我現在都不要看這個 就是這個 平口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平面 開始 才是 才算 水際的部分 不是從 建山就開始 所以 照相的時候 我們通常要稍微 壓低一點 然後照到 前後圓 稍微有點前後圓 有一點 不用倒到 平面 而是有點稍微 前低後高一點點 那你看得到這個水際 那樣會比較漂亮 因為你如果 從上面照下去 是什麼都看不懂 看不出來 所以 這即便是我們 溫哥華茶花協會裡面 其他的流派人 他們也搞不清楚 這個東西 他們只知道 我們有這個理論 可是他們看不懂 那在這個 這盆 我們叫生花裡面 代表的是 新鮮的花 它是有生命力的花 然後 它有陽陰 所以在這個小雨座裡面 有陽 有陰 好熱 對不起 好熱 然後呢 然後我稍微 這個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講一下這個東西 這一盆 這個還是 你會加的 我覺得 這個 他說是 叫做 秀獻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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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獻菊的 秀獻菊 秀獻菊的 秀獻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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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說長得不好 就是反正在樹下 長得不好 那我就 東顯西九 會剪了幾隻 就剪了 發掘 放了水裡 長得還可以 當然有一些枯萎 那這個就是 朝霧的 容窟 所以我們有時候 在一棵花裡面 有花包 有盛開的 那代表什麼 有花包 有盛開的 還有更開的 更 更怒放的 有花包的話 代表是年輕人 像這個星星 那很盛開的 那很盛開的 就是中年人 對 然後在 那種怒放的那種 是像我這樣的 所以呢 通常我們 家長畫的時候 有時候會把 含包的放上面 含包的拉上 然後 怒放的 放在下面 像 像我們家長都在 support 像我們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是說 應該講說 司法大自然 我們學 我們從大自然學的 然後在這本裡面 因為他的指甲太漂亮 所以 我要表現這個指甲 我其他的花都要降低 而且顏色不能給他 跟他衝撞 就是我如果弄一個 像那個玉莉松 那個紅的 那就完全 完全會搶掉他的工材 所以我就 我就用這個 這些花材你們知道名字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有沒有叫不出來 是一個嗎 韓國的佛花 不是 這不是極梗 這不是 極梗 極梗就這個紫色 是極梗 那這個因為已經 已經很久了 所以這個花包已經垂下來了 不過還是代表 這個至少還是漢包的 那因為他只有一朵 太孤單了 所以我加了兩朵 粉紅色的 那這個粉紅跟黃 跟這個牌 全部都是不為百合 那它很漂亮 可是不好處理 所以我今天沒有給你們用過這個東西 那這個在我們的自由花範疇裡面就是橫式的 那像我們自由花講的是直立 橫的還有斜的 那這個橫的可是也有一點斜 那當你有葉子有融枯的時候 比較會顯示出它的時間性 你會看到有時間 那如果線條呢 有鮮有厚 你會看到空間 所以這場花為什麼 為什麼應該講說 磁房的花或者是說 東洋的插花 它為什麼那麼隱然入圣 就是因為它包含時間 又包含空間 然後你看起來就是3D的效果 然後所以線條呢 在我們這個花藝設計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大自然 很多東西其實都有這些因素在裡面 小花有小花的美 大花有大花的它的風產 然後大樹有大樹的強勁 可是你看櫻花那麼大一顆 它的質感很細 對不對 然後它的畫包你看 它的質感好像OK 某種程度講 質感也是粗的 可是它的畫包又很柔 所以 所以這個都是很好搭配的 那因為我本來講的是 想要弄 想要弄那個 看有沒有辦法插那個 樹蔭 可是樹蔭很快就 風吹雨打 全部都掉光了 然後所以 那那個 謝謝Dolly 她買 她拿了去跟朋友撿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觀山陰呢 我們今天 因為這是 這是記不記得 我們那天 今天有去走路的人 舉手 哪一天 好多天 Lingara Lingara那一次 對 Tony Tony帶的 地上有撿花的 舉手 哈哈 這個都是在地上撿的 這個 這就是油孔 我們在油孔樹下 有沒有 油孔樹下 然後大家都在很乖的 在那邊撿花 就是這個東西 那 那這一個 這是我今天要讓你們擦的 很簡單 你們桌上前面都有一個 一個 這個叫Organizer 好 那我這個都沒有撕掉 是為什麼 因為讓你們寫名字 好 要不然你們等一下擦完 擦完 你們會忘記自己擦什麼樣子 你看到別人 會覺得那個很漂亮 寫定數字 哈哈哈哈 其實你們擦的也很漂亮 可是你因為 人總是這樣有那種心理 別人擦的比較漂亮 所以這個讓你們寫名字 你回家以後自己再擦掉 然後 我們海綿都泡好水了 然後呢 我會給你們這些花菜 這個 這個細枝 這個細枝 這個細枝叫做Hucko Berry Hucko Berry的枝芽 所以那個買花的時候 它就直接叫Hucks 那Huck Hucko Berry 我查的叫月菊眉 我也沒有搞不清楚 因為它那個眉是黑色的 可是不是黑眉 然後呢 我要你們用 因為我們今天的櫻花很大隻 你看我把這個拿起來 那個你們不熟悉海綿的人 盡量不要擦下去拔起來 擦下去拔起來 讓那個洞會越來越大 好 好 那這個 麻煩你先把這個 一個人幾隻 五片 五片 那有大片 有小片 一人一大一小 不一定看看 可能就五片就對了 好 櫻花一個人要幾隻 可以三隻 可以三隻就三隻 三隻 那我這邊的花材比較不足 所以你們便量一下 然後呢 櫻花的時候不要再去碰眼睛啊嘴巴 因為可能有些農藥或是什麼 不過這個應該沒有農藥 我的意思說有一些 對啦 對 大自然會有一些東西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橫的 橫的花齊 所以我今天弄的長度 大概就是一個手腕的高度 再多一點點 那你擦的時候 大家都有剪刀 你剪斜角 因為尤其是這種木本的東西 不好用 所以你剪斜角 剪斜角 好再擦 那個後面可以站起來 不好意思 好 那這隻因為它形狀非常特殊 其實 醬砂會最漂亮 醬砂會最漂亮 醬砂是比較好看的 所以你要想辦法 才有效 所以每一盆花 你們到時候擦起來 會完全不一樣 每一個人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那醬砂的時候 這個會太急 所以我還是可以拿起來 當你拿到兩隻 一個很有特色的時候 我剛剛有錯誤所分 要先處理這個 先把這個定掉了 你等一下另外那個就好 那這個櫻花的紙 有點軟 所以你可以稍微按摩 不要太粗狀 你太用力的話 會分掉 它就會脆力會震動 通常我們一般在解化的時候 就好是有一盆水 低矮的那個一個水 在旁邊 這樣子花的生命度比較長 然後這個是初樂草 不是 這個叫黃羊 這個 這個你們會有三片 不像我這麼少 我也是放三個 那木本呢 你如果要把它彎去一個角度的時候 這邊慢慢彎彎 然後你會讓它 你會聽到 咔嚓一聲 那是它的裡面的總支 碰掉了 可是不會完全斷 所以你在想要調整它的角度的 要扭轉 你要像這樣子彎 這樣子彎對不對 同時要扭轉 扭轉 要前後扭轉 它才不會那麼 那麼絕劣的 跟妳說拜拜 你看我看到這裡 那最好是有兩個折點 兩個折點 它就比較OK 它的腳步比較容易會變 所以你們今天處理木本 其實是高難度的 所以你們今天就第一次上 第一次擦花 然後就處理這個高難度的表現 你們還有可為 非常有可為 厲害的老師 不是 不是我必須見招拆招 這才是高手啊 因為我本來不想給你們擦櫻花的 因為這種東西真的不好處理 這真的很不好處理 請問一下 剛剛有所謂說那個水 在擦花的時候要帶一盆水 那我們可不可以事先在一盆水裡面 都花先讓它泡一整個晚上 不要 為什麼要泡一個整個晚上 泡一個晚上 你那葉子都泡爛啊 也不泡就是根的 根部的地方 就是先在花 那這個本來都在水裡啊 就算你在剪的時候 在除臉 還要在水裡 可是你在水裡 讓它從水裡出來 中間沒有斷掉 直接又出去了 直接又出去了 那這個 這兩個是 遇通的 所以你看顏色配起來 是不一樣的 顏色配起來會不一樣 那這個來講 就太高了 所以我把它剪成 然後我只能放到這一頭來 調整一個角度 這樣也太高 放下去 然後我們今天擦這盆花呢 最先要處理什麼 底下的可以先 葉子 你可以先把葉子擺上去 那當然葉子跟花 這個 我要你們把菊花 還有那個康乃欣 我這邊有兩朵拉上來 因為上面這個 會比較空 那不知道你們的那個 不知道你們的櫻花會怎麼樣 所以 所以我會希望你們 把那個 浩子是最後擦 就是先把那個 先檢查你的櫻花 你要先看你的櫻花 有一個大致的構想 然後再擦下面 把下面這些花剪粉 這個 那個康乃欣 可以稍微留個一兩枝 如果它有 它有那個 什麼枝的話 可以留個兩枝 然後 把下面的 先擺設好 然後再把 菁花擺上去 那擺上去以後 最後 再擦這個浩子 因為這個 會感覺上是 你在大自然 然後外面 後面就是有一些 那個大樹 有些大樹在它的旁邊 OK 這個盆不難 那就是看你們各自的構圖 然後我們擦完以後 最後我們全部會 排排 OK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 你們選擇 因為大家都搞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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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鋪墊下面的花 對 先鋪墊下面的花 對 那你們說 哪顏色要在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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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 我跟你講 你把那個 整個這樣 一把 抓起來 這樣就很好分了 好 那這給你分 還是我分 我分啊 也是把你拿去 拿放地上 那有幾個 那這也是把 鋪墊 那這 我先拿一把 那這 那個 你們每一個拿到的 可能對的 顏色會不會太一樣 那 這個 不要捨不得 花有時候必須要剪短就要剪短 很多人會捨不得 每一個都要登記鬥驗的話 就完全看不出你的特色 所以我們今天最主要表現是銀花 所以為什麼我把這些全部講解 因為等於是這是下面的花園 然後就是上面的大樹 那今天這個花呢 還有葉子 你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花材 在擦之前我們都要先處理 你們把那個菊花上面的這個塑膠布好 好好的拿掉就好 慢慢的拿掉不要太粗魯的 一把會連開它就會斷掉 好慢慢的拿 那你這個剝開以後 這個剝開 這個先放旁邊 那有大有小 然後你可以先把菊花擺下去 因為菊花大嘛 擺下去以後再放葉子 去擺一下 擺下去以後 然後葉子去擺 擺一下葉子 擺一下 還有一個白色 白白白 還有白色黃色 對對對 還有白色黃色 那因為我跟你們 告訴你們一個小蜜蜜 我那天姓氏 我還很大方的跟他們去走那個看菊花 然後反正那天很忙 然後到傍晚我再想起來 完了 第二天花店不開 因為是那個受難節 所以那因為我是去Hoster店 喔慘了慘了 趕快跑去Hoster 然後跑了兩趟 我還告訴我學生說 星期五沒有辦法買光 然後我自己星期五 想著星期五要去買花 所以我們今天的花 沒有到你的理想中 那麼理想 對對對 沒有我理想中 那麼理想 不過已經很不錯了 因為我能夠看到那個 紅色的黃眼星非常漂亮 我拿到的時候 旁邊有個人說 哇你拿這個好漂亮 還可以買得到 對 然後小菊也是簡短 然後小菊也是簡短